你真的不吃蚂了 你还好意思说呢 哪有在那么多人面前 还不对 你是不是趁机故意气我 好像还真是 来 吃吧 来 喂 喂 是我吗 金教授跟你在一起吗 哦 在 你等等啊 找你的 喂 金教授 有个急诊手术需要您 好 知道了 我马上回来 医院有事啊 有个急诊手术 我必须马上赶过去 对不起啊 不能赔营了 赶紧去救死扶伤吧 命打一伤 请坐吧 嗯 哎 你等等 拿着打车用 嗯 嗯 你今天不是休息吗 有人从高处坠落 身体多处骨折啊 外科正在手术 他们说 患者的胸部归胶破裂 任我协助一起手术 他一生不就这样 时间都不是自己的 你这样 郑丁丁不会生气吗 要是哪天你们正在约会 突然收到急诊通知 怎么办哪 今天就是 不过 我相信他会理解的 是吗 那 对你来说 病人跟女朋友 哪个重要 这完全没有可比系啊 你也是医生 难道你不知道吗 我就开个玩笑 看来只有病人 能让你把注意力 从郑丁丁身上离开了 来 小楠楠 你说我到底送什么比较好啊 好 哥 你说我该怎么办啊 什么怎么办 高人生日啊 那还能怎么办 就像往常一样 在学校门口的酒吧庆祝咯 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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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也太没创意了 好 小璇 执念太深 会伤了自己的 那你和丁丁姐呢 不也是执念啊 那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的 都是爱情 凭什么你就可以 我就不可以啊 来 喂 高原 你今晚有没有空啊 没空也没关系 你给我空出来 晚上你归我了啊 大姐 我晚上还有 晚上我都给你安排好了 你给我早点过来 喂 这这 姐 您可真有眼光 这一款是石下最流行的 海藻卷 好多女明星现在都留这款呢 等等 你刚刚叫什么 姐 你看我现在几岁 姐 你顶多二十岁 十八十九 我还以为你觉得我成熟才叫我姐呢 小萱 我谁都不服就服你 谁叫个人就喜欢成熟一点的吗 姐 那你可就选对了 这款绝对能完美凸显您的气质 就她了 好嘞 姐 姐 您今天做什么发型的 你别叫我姐 我就做个卷吧 你就好好给这位姐做造型吧 好嘞 姐 哎 像医生这种大书款的男生 也太令人心动了吧 可不嘛 成熟稳重 还懂主流审美 简直就是完美 哇 完全就是我喜欢的类型啊 我也是 小朋友 这是什么主流审美啊 医美虽说现在红极一时 但整形医院的根基不还是动刀子的手术吗 对吧 医美啊 的确是大事小区 广大女性对于动刀啊 更容易接受的还是医美 我觉得呀 你更适合去美容院工作 高医生 您何必掩耳盗铃呢 事实就摆在眼前 不是你我可以改变的 是不是 不就黑点壮样了 那什么了不起呢 我也有 宁文锦 小玄说晚上聚一下 你帮我叫上宜然 你自己怎么不去叫啊 你叫她她才会出来忙 就这么定了 你怎么来了找我有事 今晚高人生日 她拜托我约你出来 好 还是老地方 不 小玄定了地方 她说要给高人一个惊喜 那 就我们四个 还有丁丁 你忙吧 我先走了 给 还有最后两个打完就好了 吹这么多气球干什么 开派对单要有气氛啊 你忙吧 你的手怎么了 不是说亲手做的礼物才有诚意吗 我就给她做了一个羊毛沾完整 我就给她做了一个羊毛沾完整